我国新型工业化显著加速 我在这里用四个字来表述 这就是船多大强 船就是体系船 拥有联合国产业风类当中的全部工作萌类 多在全世界500个主要的工业产品当中 咱们国家赚四成 工业产品是全球数量第一 大就是工业规模大 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在全球赚30%以上 我们国家连续14年名列全球第一 网络是市场 我们国家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领先的通讯网络是市 积极发展社区的切入市养老服务机构 发展老年人扩动中心 发展老年食堂 我们要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养老 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 就拿大气环境资料来说 全国去年的PM2.5 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只是30微克 保持了稳重向好的总体态势 与2023年确定的持续进度目标相比 我们好了三个微克 水环境质量的话就更为喜人了 去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断面比例达到89.4% 比45的目标还高了4.4个百分点 长江黄河我们的母亲河 干流的水质这些年稳定保持在二内 首先是基础设施更加强大 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 还有邮政快递网 世界级的港口群 重点工程加快建设 包括川藏铁路 深中通道 四号农村路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全部的建置村都直接通了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的运输服务的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刚刚过去的2023年 据统计 平均每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达到1.6亿人次 每天全社会的货物运输量超过1.5亿吨 每天有3.6亿件的快件被揽收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绿色和智慧交通深入发展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装备 加快使用 新能源汽车使用量 在公交系统当中占比达到了77.6% 第四呢 就是改革开放不断的深化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规则 深入开展市场分割 地方保护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 重点将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推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出台 二是推动企业跨区域迁移和经营便利化 三是坚决纠正利用隐形壁垒 实施地方保护行为 最后一点是 继续加大对行政性垄断的监管执法力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